山穿灰色短袖的男子从口袋里抽出一把西瓜刀走进超商 持刀指向店员第一句话就是要钱 店员还来不及反应男子已经冲到收银台前面 看到西瓜刀就在眼前晃啊晃 吓到边发抖边把收银机所有的钞票通通拿出来 身旁男子一冲动刀子就划伤他 拿了好几张钞票还不够 但离开前却大喊赶快报警 店员也愣住了等嫌犯离开才赶快报案 警方货报很快在超商附近逮到人 落网的是265岁灵性嫌犯 有毒品枪炮弹药等前科 被列为辖区治安顾虑人口 公村自己缺钱故意犯案想被逮 还在附近等远警来找他 似乎是不想工作赚钱 只想回牢里吃免费牢饭 TVBS新闻剪刀神黄敬芬宜然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